如何通过穿搭让HR第一眼觉得我们特别干练又可靠 最近不是毕业季嘛 然后很多人就对面试的穿搭会有一点点疑问 所以这是一期为我们所有毕业女生准备的一期面试穿搭指南 就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然后没有什么思绪 不知道面试我们应该穿什么的时候 我们很直接的其实就会买这种就是套装 就会觉得简单反而不粗错 买这种看起来也很正经 它确实也是很正经 但同时它确实也会很死板 那如果我们已经拥有这个套装的女生 我们怎么穿出那种不死板 但是又非常得体的感觉呢 把这两件套给它拆开穿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穿这个西装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跟那个裤子叠一块 然后如果我们要穿那个裤子的时候 我们就不跟这个西装叠一块 我们就基于这个相对有点点老气的西装 给大家一个思路 如果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其实颜色还是要相对选择那种比较深沉 比较干练一点的 但是因为黑白这两个颜色其实搭在一起 它就不好看 我们可以把里面的这个衬衫 给它换成一个有一点点陆肤的吊带 因为这样看起来 我们上半身就不会显得特别的橘促 或者是有点呆板 下半身不要选择白色的单品 而是选择有点点略到卡其色的裤子 裤子或裙子都行 但如果你是属于刚出入直闯的话 我会更建议大家选择裤子 然后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略显老气的外套 给它敞开穿 露出一点点上半身陆肤 然后下半身穿一个卡其色裤子 这样的搭配就已经非常非常好看了 接下来其实就是裤子的思路 正常其实这种裤子 就买一个比较舒服的那种就好 但是因为这种裤子搭黑色系装不是特别好看 而且我们拿到这种裤子的时候 很正常的 我们其实都会跟这种就是 有一点点偏鼻挺的那种白色衬衫搭一块 它不会错 但是它确实就是感觉 而且就是太过一板一眼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怎么调整呢 我们可以换成 从材质上 把衬衫的材质换成这种 有一点点垂感 甚至是丝感的衬衫 因为这种衬衫会穿上去 整个人看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第二个是 你看这种面料比较软 带有一点点细节的那种拼接的衬衫 跟这种黑色裤子搭在一块 也会有一点点职业感 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过 所以这种感觉就很好 有一些女生是你们的公司 没有要求要穿的那种很西装鼻挺的感觉 我还是蛮推荐大家选择那种 稍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这种 胶带衬衫 因为其实这种穿上去整个人会很柔和 颜色我们还是选择黑白色 只是它的设计点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下半身我们就直接搭了一个黑色的闪裙 你看这一套就是属于那种 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但是又会称得出我们 很注视这个面试的感觉